针对网络热帖少林寺方丈士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 7月26日晚上中国松山少林寺官方网站发布报案材料 网帖举报士永信私生活混乱侵占少林寺财产和玷污少林寺名誉 网帖署名士正义还留有电话 而少林寺的报案材料称 7月25日少林寺发现有人以少林寺方丈士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为集 发布了有关少林寺方丈士永信的谣言 发布者自称为少林寺知情人士是正义 以实名举报为噱头 发布了诸多毫无事实依据的不实言论 而造谣已经被部分不明真相的媒体或者网友大肆转载 其中对适用信方丈无中生有恶意编造的侮辱诽谤 不仅对适用信方丈的名誉造成了恶劣影响 更对禅宗祖庭少林寺的名誉及少林僧团的形象造成严重损毁 报案材料称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规定 即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之规定 被控告人行为已经构成侮辱诽谤罪 请有关部门尽快对其依法查处 据澎湃新闻查询少林寺曾多次针对网络谣言举报网起报案的